在摆档系列 我们今天继续往下学习 这是一期更练视频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找到摆档的感觉 视频最后是一组规范的演示 让大家更好地了解 摆档技巧最后的画面感 视频可以反复跟随练习哦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如何在我们最久步当中 很好的做出我们的摆档 有一个技巧 摆着背 用我们的手 揪着耳朵 往我们这边带 往左边去带 但是我的脚 不听话 不要往右边去走 走 手脚相反方向 去 好的 头跟脚反方向 换手 我们手拉着耳朵往这边去拉 准备 走 手脚 弯 去 换手 走 手往左边拉自己 下半身顺着摆档过去 手拉身体摆档 手拉 去摆档 来准备走 手拉 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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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换手 走 玩 拉着自己把自己拉着 啊去 好换手 走 好 3 拉着自己 拉着自己 4 那老师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相当于耳朵和下半身形成相反的方向 你摆一下我看一下 耳朵和下半身形成一个相反的方向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 对 换 耳朵和下半身形成相反的方向 你再去听声音 哎 那边好像有吵架的人 你听声音 怎么听 对对对的意思 来 оры 来着面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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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的 太招呼 睡着 comm